蚯蚓 位於坎頂的隱居農方 王照用養豬濃色來養蚯蚓 從約三瓶大的牛糞堆中 用手隨便翻找 就可以翻出一條條活力旺盛的蚯蚓 但可別小看這行業 它所生產出來的隱培材 卻是農友眼中搶手的肥料之材 像我們蚯蚓在處理重金屬 它有點像分母的動作 比方說我們重金屬有5% 它可能就吃到體內排出0.0幾% 它每次排分就一直排掉 一直排掉把它變成分 就一直分開 所以它不需要像有的人 是用去大量的泥土去混合 去把它稀釋掉 可是蚯蚓不用 它就直接可以把它處理掉了 王照從前妻家中運來牛糞 經過發酵後再將蚯蚓放進去 蓋上帆布適當補充水分 經過約45天 整批的牛糞會被蚯蚓分解 就變成熱門的隱培材 蚯蚓它在使用的話 跟一般的一些肥料使用不一樣 因為它算是緩效性的長效肥料 而且它是蛋鈴甲很平均 最主要是它不會 蚯蚓吃過它不會再發酵 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時候 在作物上 你不會有出現肥傷的問題 嘿 蚯蚓是唯一不會肥傷的肥料 蚯蚓分解農業廢棄物後 所產生的分別 可是用在農作物當基肥 也可以是養殖業飼料的添加物 它不僅具有化肥的氨基酸成分 還有有機肥沒有的抑菌 最重要的是它對土壤無害 不但可以補充地利 還能改善土壤酸化 減少病床來發生 因為像一般 像我們後取肥料是單一性的 像我比如說我要施放氮肥 我就是氮肥 像尿素那一類的嘛 像我們 一般有機子肥料 它們也是都 會有那些成分 但是它跟 影分差別 就是影分裡面會有一些 它本身的裡邊生 它本身蚯蚓裡面有一個生物酶 對它那個酶生產出來 它的影分裡面是很多的抑菌 所以它因為這些抑菌 它可以克制一些的那個病害 對 而且可以讓 它也有人講的開根菌 那一類都有 它會讓那個 那個植物泥的那個根系 會比較強壯 蚯蚓不論在土耕或水耕的環境 都具有相當大的價值 除了可以鬆化土壤 使土耕透氣 有助於植物根系的發展 是最天然的肥料 廣造整天和蚯蚓份為伍 希望友善土耕的裡面 能夠堅持地走下去 為營造健康的環境生態 做努力 屏東新聞劉建榮 楊振毅 上網報道